大きくなったらさ 何になりたいの 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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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牧原 Hello 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日本的丸子 日本的救護車呢 它跟醫院是完全不掛勾的 它是100%免費的 前兩天我揭曉了放學的時候呢 他説我今天要跑著回去 因為我們家離幼兒園其實也不是很遠 跑著回來大概也就是五多分鐘左右吧 我問他我説今天你怎麼了 為什麼要跑著回來呀 他想要鍛煉身體 將來呢他想當一名消防員 在幼兒園的時候呢 會有放一些很多那種類似於 如何避難啊 或者災害來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 那些書啊 繪本什麼的都很多 每年呢也會有真正的啊 消防署的人來這個幼兒園 已經不用的消防車 開到幼兒園 然後給大家來展示 老二呢就非常嚮往啊 他想當一個消防員 大きくなったらさ 何になりたいの 小牧師 Kanato君は 小牧師 あれ消防員っていうね 消防員 園 消防士は大変だから これからさ ご飯一杯食べて 体を期待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の どんな仕事するの コース持ったり運転したり 日本的消防員呢 是屬於是地方公務員嘛 你在高中畢業的時候呢 你就是可以去參加這個考試的 當然了就是大學畢業的這個招聘 人數呢會比高中畢業的人數呢要多一點 他需要你考驗國家資格證的 日本的消防署呢 不單單是消防 救護車呢 他也是消防署的 比如說我們在打119的時候呢 他會問你是火災呀 還是急救 日本的救護車呢 他跟醫院是完全不掛鉤的 救護車在運輸患者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是100%免費的救護直升飛機 這個救護直升飛機呢 一般的人他是沒有辦法去 哎我叫一個這個救護直升飛機來吧 這個是不行的 他主要是這個消防署呢 根據這個病人的這個病情才能 叫來急救直升機 最深的印象就應該是安倍首相被 枪擊的時候有急救直升機過來嘛 救護直升飛機呢 在運輸患者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也是免費的和救護車是一樣的 急救車上面呢 他會有急救救命室 也是地方公務員啊 上大學學健康體育醫學 然後還需要考一個消防官的這個考試 你合格了之後 還要有半年的研修期 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急救救命室 或者是啊 你先考一個消防官 整五年的消防官的工作 就達到2000小時 然後呢 再進行半年的研修 你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急救救命室 他不是醫生啊 但是是可以 根照這個醫生的主婦呢 是可以進行一些高難度的 這種醫療急救措施的 你比如說打個點滴啊 或者是氣管切開啊 你們對於日本的這個救護車 不和醫院掛鉤 而且是免費的 這件事情是怎麼看的呢 好了 那我們這期就聊到這裡吧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